Hallo,大家好,我是Katsbon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那些音樂背後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Mr.Children Your Song 日本搖滾樂團Mr. Children在2018年10月 發現了他們第19張專輯《重力與呼吸》 這也是他們發行的專輯當中 第二張使用漢字作為專輯名稱的 上一張是1906年的《深海》 這首《娛樂送》作為此張專輯的主打歌 而MV也是稀有的全團員出演 男主角找了林淺都 女主角則是村上睡乃家 故事驅逐了一位不相信奇蹟的少年 以一位可以創造奇蹟的少女相遇的故事 在MV一開頭 兩位演員分別說了一段話 即使小偶的奇蹟充滿了日常生活當中 卻已經沒有了去察覺了餘力 不知道從何開始 我已經不再追求奇蹟了 儘管再小的奇蹟 可以在我的手中發生 但我知道 那也無法改變他人的命運 於是我 被渴望奇蹟發生的人的慾望大倒了 而在他們說完後便打算了 即使如此 人們還是會與奇蹟相遇 女主角是一位有超能力的人 男主角則是一位普通人 根據女主角在開始所說的話 可以知道他的超能力是由悲許人所知道的 而他也用他的超能力嘗試幫助其他人的生活 卻因為某些原因造成了反效果 在女主角的家門前 被貼了許多寫著辱媽自覺的紙張 女主角只是默默地將這些紙撕下 折騰紙飛機 向著陽台外面射出 而根據男主角的話童可以猜測 他的職業應該是畫家或是設計師 而步入職場他或許屢次遭受打擊 他明白就算再怎麼不順也會有奇蹟發生 可是他已經毫無心力去察覺這些奇蹟了 MV開始 女主角騎著腳踏車 只是輕輕地彈了一下手指 擋在路前的鋁罐就被他彈開了 這種事對他來說輕而易舉 進入車站地下道後與男主角相撞 當男主角伸手扶他起來的時候 女主角一眼呆滯 連旅觀眾障礙物他都很輕易避開了 為什麼這個人還會跟自己相撞呢 過了幾天 男主角又到了地下道 一邊吃著冰淇淋 一邊看著樂團表演 女主角像是感應到什麼 也出門前往地下道找男主角 便上前跟男主角搭話 兩人也一時收拾起來 往後的日子兩人越來越好 女主角有一幕在家裡 用超能力將話筒砸下來 提醒男主角到站了 以及記得帶話筒 但是男主角並不知道 女主角是有超能力的 直到有一天 男主角不小心看到 女主角從家裡陽台射出紙飛機 他跟著紙飛機跑到了某個暗像 看到了各種謾碼的紙張 以及知道了女主角超能力的秘密 便跑到了地下道抱住他 可以看到本來被超能力弄完湯匙 在男主角手中恢復成正常的樣子了 回發畫面中也可以看到 當女主角跟男主角走在一起時 也有被路人撞到 所以可以知道 當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一起時 女主角的超能力就會消失 我個人認為是因為男主角就是女主角的奇蹟 跟他在一起已經不需要任何的超能力了 在MV的最後 兩人結尾連禮 也有了愛的結晶 故事也就此結束了 接下來是細節部分 MV所出現的離州戰 在政治世界是有的 位於東京遊樂庭線上 在MV當中寫的西東線是虛構的 可以看到原本寫著羅馬拼音的 Toyos的牌子 在MV最後少了S變成了 To you 也就是給你 呼應歌名 Your song 而更深一步的來看 西東線的Saito 要是也拿掉S 就會變成Aito 也可以看成 Aito you 也就是我和你 而根據日本網友留言指出 在片中一直吃冰淇淋 有一番含義 Ice在日文當中讀作Ice 要是把S去掉 則剩下I跟You 也就是我和你 而這些去掉S跑到哪裡呢? 在《忠率與呼吸》的專輯當中 有一首歌叫做Singles Single已經是單人的意思了 卻還加了一個S 而Singles跟Your Song 是這張專輯 唯二有拍這人MV的 很難不去聯想他們的關聯性 Your Song 講述的是一個簡單的故事 兩人相遇而在了一起 男主角接受女主角有超能力的真相 因為喜歡而包容他的一切 這也是女主角最後大哭的原因 即使有些旁人無法理解東西 我也不會在周遭眼光 全心全意去愛你 就是一個這樣簡單而幸福的故事